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超自卫体验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的玩具 我们称之为玩具 其实它就是一个全新的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无人机大不一样 就是它不是四轴的 不像我们看到的之前的大疆的无人机 我们直接来开箱吧 叹叹叹叹 对 就是这款深圳00无人机有限公司出的 音 我们打开看一下 打开盒子以后呢 它直接是把无人机放在一个 这个是泡沫的保护盒里 是不是特别酷 这是它的无人机机体 我们先放在这 然后呢 盒子里面还有一层 这是它的 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的口跟大疆都很像 充电器 这个是什么 回头我再告诉大家 电源 还有数据线 还有备用讲页 还有螺丝刀 说明书 这个我们放在一边 这是无人机的处件 放在这 我们现在就打开这个新的双旋翼 Vocal 英无人机 哇 什么感觉 就像一个未来科技的东西 我仔细看 叹叹叹叹叹 仔细看 对 这个 两轴的无人机 明明他们最初现出的时候 设计这个概念的时候 有一两年了 我最早知道的时候 但是真的没想到 它这个会等了这么长时间 哇 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它这个官方的重量是750克 拿到手里还是挺沉的 这个感觉 比之前用的那个大张的Mavic 感觉要重一点 我觉得估计就是主要是在 它的那个电池上 然后我们现在仔细看一下 这个无人机 没拆封的 然后这上面明确写着 展开收起机闭时 请务必完全按下 机闭按键 并全程按住 直至机闭完全展开收起 就是说 它这个地方 特别说明 这个地方有一个按钮 按了这个以后 把这个机闭升起来 就是它的完全展开的样子 我们现在把它拆开了 哇 新机器 有没有很爽 对 这就是它的 哇 它 低直观感觉 它这个桿能动啊 就是这样动 有点声音 能听见吗 就有点怕把它玩坏了 然后 说明书上说是 按住这两个钮 按住了以后 把它的机闭抬起来 哇 哇 像不像那个V22余音 哇 特别像 哇 这个太酷了 那这是启动的时候 是什么样呢 哇 很好奇啊 哦 这前面就是它的摄像头了 那摄像头怎么打开呢 哦 看 哇 这个和 传统音上的那个 像头还有一会儿 但也不太一样 这个也是机械防抖 哇 就是这样 好有意思 鱼音 真的是鱼音 我回头会放一张 VR上语音 飞行的那个视频 做空中开的 就跟它长得一模一样 哇 这个太酷了 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就是电池 哇 这电池 最大的动作就是这个电池 这个电池很重的 15V 充电电压17.6 4500毫安 怪不得 你知道吗 这个飞机除了这个拳翼以外 双拳翼以外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它能飞50分钟 就是比我们目前 民用的所有的无人机 在续航时间都长 最开始的时候 我不太理解 就是 也不太在意啊 就是这个无人机 它的航程 就是说20分钟30分钟 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嘛 就是因为 我一般就飞一次就好了 但是后来发现 有一个很大的需求 是什么 是你飞超长距离的时候 就是说 虽然你遥控器可以控制很远 比如五公里 七公里 但是你的电池到不来那 就是你飞到还不到一半的时候 也要回来 它的航空太短了 所以如果它这个电池 宣称能飞50分钟的话 你的可 延续性的半径会非常长 飞行的半径会非常长 你可以拍到很远很远 就是基本上 牧师看不到的地方都可以拍 这个很有意义 好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 这个 我管的叫鱼音 鱼音无人机 这是它是散热孔 几个散热子 给仔细看 散热孔 然后这个是它的底座 然后通过目视能看出来 它这个带有前向的避障 它这前面有两个雷达 就跟那个大疆的那个一样 左边应该是没有 后面也没有 后面有一个记忆灯 有一个下室的一达 就是说它避障的功能 是基本上符合我们要求的 最开始 我要是从近年三开始 连避障都没有 也可以背的 这个电池还挺酷的 好 我们把它插进去 这个还是得学一学 不是那么好操作 好 它好了 仔细来看一下这个无人机 它的性能吧 这个整机重量是1750克 尺寸的长篷高是 220 148和72毫米 就是这么大 我们把它放回去吧 它可以单独一个一个放 对 比手掌大一点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把脚放回去 它这个 这脚还是比较动的 因为它悬翼嘛 第一次是双卷域 它控制方向是要靠这两个轴 就其实是跟直升机的原理很像 太有意思了 这个 然后它这个 工作频率是2.4 最大唐风 是五级风 五级风的话 是基本上 我们不太会遇到 因为我在用无人机去雪山上飞的时候 也没有遇到过五级风这么大 所以它抗风能力还可以 它的云台是三轴的机械云台 然后抚养 负90度到30度 就是说它可以稍微往上面抬起来一点 只要你不漏脚就可以 这里说到漏脚 还有一个 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你看 它在这个 这样飞行的时候 镜头在这 无论你怎么飞行 我理解 无论你怎么飞行 它都不会漏脚 因为最近我在剪之前的视频 我用那个 金零四的时候 拍过很多视频 就是因为我用的 极大的速度 所以向前飞行的时候 经常会漏脚 漏脚会导致画面 我没有办法用 就是要踩到很多 很大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 发生漏脚的问题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Voken云音无人机的相机 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 它这个相机采用的是 2.3分之1英寸的CMOS 就是基本上 目前大部分 无人机的感光元件 都是这么大 然后它的有效像素 是1200万像素 但是它可以拍4K视频 对4K30帧 3840乘2160 然后同时也可以实现 2.7K60帧的视频 另外如果你想拍 再高增的视频 就是1080 120帧 这个性能 基本上就和我的 索尼相机的HR3的性能 差不多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除了这个像素 稍微小一点以外 这个视频性能 还是挺强大的 最重要的是 它有50分钟的续航时间 这个太令人吃惊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测试一下 它是否能真的能飞50分钟 这个我很好奇 除了外形 除了外形很好看 很酷以外 它的最吸引我的 就是它的续航时间 这个对于我来说 太有意义了 那边你干嘛呢 这就是它的机体 我们稍货 另外呢就是 它这个遥控器和机身 是分开来的 很有意思 你这个机体在这儿 然后遥控器在这儿 我们现在把遥控器打开 这个我都没拆过 好 这就是无人机的遥控器了 也很轻 它这个塑料感比较强 就 它是单独翻开的 从下翻上来 有意思 没有杆 杆在哪呢 在后面 看见了吗 就是跟大江的那个 Mavic没像 然后 我们把杆 这个放一边 把杆装上 然后就是手机就放在这儿了 就这样夹着 就是它的两个遥杆 可以设美国手 日本手 什么的 就我们平常使用的 然后这个是电源开关 然后这边是一键返航和急停 然后这是它的天线 然后这边有两个滚轮 滚轮可以设置浮夹角度 然后这一边是录像 这边是拍照 这跟我们很多功能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自禁按钮 相对于它这个 基本上你手不用离开 阎望机可以供着它所有的功能 最后呢 我们来解答一个谜 这个是什么 很有意思 我看到说明书才知道 这个是它的起锁架 第一次听到 无人机有起锁架 对吧 而且是可拆切似的 那它怎么用呢 刚才我研究了很久 然后才 从通过说明书才知道 它这个起锁架 先要先安在电池上 把这个电池 扣在这个电池的这个前部 就对着这个地方 然后 扣紧它 听起锁架一声 好 它起锁架安好了 起锁架安好了以后呢 就把飞机拿过来 然后 把起锁架安在 起锁架连电池安在飞机上 啪嗒一声就好了 现在就是一个 带起锁架的余音 无人机 怎么样 是不是很帅 好 最后我们到室外 来测试一下 余音无人机的飞行性能 启动了 经典运镜 手动控制 多项跟拍 好 试一下 来 确认 哇 好酷 声音好小 这个 它这个租传的这个还挺好 租传的这个信号还挺 很厉害 哦 它的平均速度是8米每秒 这个声音是真的好响 哦 声音真的好响 这个噪音是好小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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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机最大的 两个优点 我觉得吧 确实一个 它的噪音非常小 就是 声音还蛮好听的 另外一个就是 它能达到50分钟续航 刚才我们飞了 从90%电飞到50% 现在是用了40%的电 飞了大概多少时间 37 20分钟 飞了20分钟 40%电飞了20分钟 那差不多 就是 他们说的可以飞50分钟的电 应该是可以的 现在先测试了一下 这个00无人机的 那个叫Fulkan 我管它叫鱼音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你转过来 是不是就跟那个VSR 鱼音一样很像 来 低一点 低一点 我再来点 然后这个声音是不是很好听 特别像军用飞机的声音 然后现在已经 飞了 刚好一半的电 用了大概25分钟 就是 用掉一半呢 就是我们开始飞的时候 在这测试的时候 是90% 现在是46% 相机就是用了45%的电 飞了20分钟 所以它的这个 续航能力还是挺强的 落地啊 你知道我这玩意还有起个价呢 那么多了 就像我一样 在这玩意 一样 感谢观看